一款有飞机有真人头雕 摆着很帅又适合把玩的1-12玩具是什么样的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33 今天要介绍的是这款PWToys出品的1-12绿怪侠 玩具目前的现货价格在570块左右 玩具的包装比较简约 绿子的配色也是角色在漫画里的经典配色 中间还画着一颗南瓜炸弹 打开包装,玩具的内核分两层 上层是主体和替换配件 下层是飞行器 主体方面,玩具1-12的比例 整体高度在12厘米左右 和我的手掌差不多一样长 尺寸非常适合把玩 全身的服装是由底层胶衣和竖纸外甲组成的 胶衣上的线条和金色细节都是打印的图案 整体的贴合度非常棒 在背后的走线位置做工也是相当不错的 外甲的细节刻画 以这么小的比例来说也是非常出色了 各种内奥外凸的细节 在微小的位置上 像这种遍布全身的凸点和大臂的金色位置 在开膜的精度上也是很高的 服装的高贴合度 并没有严重牺牲玩具的可动性 手臂平举可以做到180度 前举后举近近90度 小臂弯曲可以超过90度 腰部也有小幅度的活动能力 腿部前踢45度左右 侧踢90度 小腿弯曲可以超过90度 脚腕的活动能力也非常出色 头盔对圆造型也做出了一个不错的还原 上下的尖牙也都有着超高的锐度 两个和圆形稍微有点出入的地方 一个是玩具的镜片是实色的 还有一个是嘴巴的内部 玩具使用了这个金属网的造型 这个外观加上这个颜色 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呢 玩具的手型有三款 主体自带的是持握手型 替换的有一对握拳手和一对松弛状态的手型 手型在整体比例和手套感觉的制作上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插拔的时候也是非常轻松的 两颗南瓜炸弹在开膜上也有不少凹凸的细节 在涂装上还有这种裂纹的感觉 唯一的小槽点就是上下这两个圆圈的形状不是太规整 搭配持握手型在外观上是严丝合缝的 玩具还赠送了一颗真人头雕 头雕的圆形呢是威廉大叔 头雕虽然小 但是消瘦的脸颊和尖尖的鼻子 加上这个超深的法令纹 在外形的神态上抓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眼睛是水贴 这么小的尺寸有这个效果 确实是不能再要自行车了 替换头雕的时候先拔下头盔 拿下外层脖套拔下脖子 最好按上真人头就可以了 地台的顶面有一张角色巨罩 搭配的支架呢是一个三关节支架 腰架位置可以调整张开 帮助角色站立或者摆出腾空的造型 地台在前面有一个小抽屉的设计 可以把替换配件都收纳到里面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磅的配件 就是这个1比12的飞行器 整个配件呢是全塑料材质的 重量比较轻 和主体一样是比较适合把玩的 在飞行器的顶面有银子两种颜色 表面还有非常丰富的纹路造型刻画 文具对南瓜炸弹的弹射孔和独立的鞋套 也都进行了还原 底面的造型细节更是爆表 各种机械零件前置导弹 两侧导弹和尾部的推进装置应有尽有 涂装颜色上也是非常丰富 整体在观感上内容非常的多 飞行器的翅膀根部呢有可动关节 可以折叠摆出不同的角度 最牛的是 折叠的时候下面的液压管 会和翅膀有一个联动 在制作设计上真的是足够用心了 鞋套是通过球星关节固定在飞行器上的 可以比较灵活的调整角度 搭配人偶的话 只需要把鞋套里的安插桩 插进脚底的凹槽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以后还是超级稳的 搭配上上半身的活动能力 可以摆出一些非常不错的造型 总结一下 这款绿怪侠以一款1比12的玩具来说 细节和做工方面都是没什么挑的 人物搭配上这个超帅的飞行器以后 更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不管是陈列展示 还是拿在手里把玩 文具都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 500多的价格 性价比也是比较不错的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还不错呢 那还请支持一下up主的频道 我是33 带你看最好看的文具分享 感谢观看 咱们下期再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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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